一帶一路採訪團已出廣東段 來到廣西不凱市 海上絲綢之路似發港之一的合璞縣 參觀合璞漢代文化博物館 博物館內陳列各種項目出土的珍貴文物 當中包括銅峰燈、銅碼 又例如玻璃杯、虎柏等從海外流入的珍貴文物 眾多進口的文物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似發港 大量對外交往的物證 對於了解古代中國對外交往有特殊的價值 隨後採訪團到訪北海銀灘和北海老街 北海銀灘在1987年 被當時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譽為天下第一灘 特點為灘長平、沙世伯、水溫靜、浪遊園 是廣售國內民眾歡迎的度假區 而北海老街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1927年以前北海老街之一 珠海老曾經是北海最繁華的商業街區 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事發港之一 也是中國西南地區最便捷的出海口之一 當晚北海市副市長朱惠東設見款待採訪團 交談之衝詳細介紹北海市的歷史背景 和未來發展方向 香港採訪團代表 香港報業公會主席金換鄧對北海市的熱情款待表達感謝 此行考察或益良多大開眼界 有在了解一帶一路的歷史